北方有家人 絕世而獨立 對這首歌捧紅的女子 是漢武帝劉徹的寵妃李夫人 李夫人是哪裡的人呢 現在說是定州人 她在當時不叫定州 叫啥呢 這個頭緒還真有點複雜 定州在歷史上有過很多的名字 春秋戰國叫顧 這個城是齊國管仲建的 秦漢叫盧奴 與盧奴相鄰有個縣叫安息 縣城在今天定州的東亭鎮故城村 東漢末年劉備官與張飛 這哥仨參加了平定黃金起義的隊伍 事成論功行賞 劉備被封了一個小官 萬萬沒想到就是我們說的安息縣位 著名的橋段鞭打獨遊就發生在這兒 到了隋朝 盧奴安息兩個縣合併 神操作來了 縣城在盧奴 但是縣名呢 卻改成了安息 一直到明朝初年 又將安息改名為定州 劉備常標榜自己是中山靖王之後 就是這位生了一百二十多個兒子的中山靖王劉盛 當時封國中山國也是以定州為王城 中山國當時涵蓋了今天 世界莊北部和保定中南部這麼大一片區域 之後歷朝歷代 中山郡 中山府 包括後來的定州 這都是大定州的概念 是要管若干和縣的 郭區或增或減 但核心不變 政府所在地 都是今天的定州 我們開頭提到的李夫人 詞條解釋是中山人 也就是我們說的大定州的概念 也正是這位清國清城的李夫人 讓定州宏大厚重的歷史 增添了一抹柔美翡策的色彩 這麼近 那麼美 週末到河北 歡迎來定州 連坡 流雨溪 蘇東坡 定州歷史名人 燦若幸福 定州塔 文廟 共願 一眼千年 文廣校 人